一二零零通勤月票七月上路 副市長邱佩玲 陪同交通部長王國才 視察台鐵狀況 在這裡可以加持 我們兩個窗口都可以加持 但是出庭我們會有一個專門加持 一定會大肥窗口 不會 就這個 加持很快 親自到專門售票窗口 及砸門通道走趟 了解進出動線是否正常 我們在上班時間 我們會開放進站的方向 在下班時間會開放出站 這個什麼時候裝好 這個在本週內應該可以裝好 隨後邱佩玲陪同王國才 前往國王客運基隆臨時站 視察月票自動儲值機預購情形 副市長邱佩玲承諾 會配合中央協助宣導月票資訊 提供民眾多元的交通選擇 你們那個市政委這邊也宣導一下 第一個先到這裡加持 對 加持還有那一間 7月1號以後在台鐵車站 會不會加持 這段期間我們跟宣傳說在台北 新北都可以做捷運站的一個家族 我有已經請台鐵在7月1號 之前要做一些壓力測試 那之後要有專人在這個地方來引導 我想我們會看狀況有缺點就馬上改進 最重要就是臨場的應變要非常的快 1200都會通7月1號上路 基隆預購人潮相當踴躍 7月1號會增加台鐵 基隆 山坑 八度等車站 提供設定定期票服務 那我們配合整個行政院一個TPS公共政策 以及基北北桃 我們所謂一個1200都會通 那我們正式將在7月1日開始 那我們6月15號就正式來做所謂的預購 那現階段我們各個縣市 包括基北北桃 我們都全部來做一個預購跟退播 那也這邊行銷 希望各位我們搭市民的一個公共運輸的好朋友 積極我們來透過運用這個1200月票 讓公共運輸能積極的一個落實 因為他們原來搭乘是台鐵 或者是這個國道科運 他們的這一個整個的通勤的一個費用節省就比較多 那每一個人的通勤費用其實也不一定 那所以大概就是說三折到五折 一般就是說比如說他們原來的通勤的支出 那使用通勤約票之後 大概就是說佔他們的這個原來通勤支出 只剩下30%到50% 基隆民眾通勤到雙北地區 每日搭乘台鐵國道客運約有七萬五千人 1200都會通月票上路 預計可以替通勤族省下五到七成的通勤費用 記者黃少鳴基隆報導 再一次來 每日搭乘台鐵國道客幣